就是这道秘制香菜,让我奶奶一口气在杭州买了六套房,你别看它只是普普通通的香菜,但是可以让你一口气干掉三碗大米饭,尤其是喜欢吃香菜的朋友们,那真的是神仙美味啊,这冬天的香菜又绿又嫩,最适合做小菜了。 香菜就像臭豆腐一样,真的是越吃越香,在我们北方香菜真的很便宜,像这么好的香菜才五毛钱一斤,今天花两块钱买了五斤新鲜的香菜,我们来做好吃的小菜,我们先把香菜摘一下,去掉上面的烂叶子和黄叶子,这个香菜根不用去掉哦,它的好处非常的多,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,然后向盆中倒入适量清水。 先把香菜浸泡一下,这样上面的泥土更好清洗,根部这个地方可以多清洗几下,在我们乡下,香菜是不打农药的,我们只需把上面的泥土和杂质清洗干净即可,最后把香菜杆和香菜叶子也全部清洗干净,控水捞出,放在干净的壁帘上,放在通风的地方或者阳光下晾晒一会,把上面水分晾干就可以, 锅中加入3片香叶,3个八角,88粒花椒,开最小火,翻炒均匀,炒出小料的香味,炒至花椒香叶表面微微发黄就可以了。 然后向里面加入500克生抽,50克酱油,200克香醋,一勺白颜色的食盐,20克冰糖,这里是五斤香菜所用的量。 开大火,把酱汁煮开,再煮五分钟,煮出浓郁的酱香味,煮好后关火,倒在大碗中放凉备用。 我们再准备一些青红线椒,洗净后晾干水分,掰掉辣椒地。 先把青红红椒从中间切开,切成两半,这样我们在腌制的时候,辣椒的香味可以充分地释放出来。 最后把辣椒切碎,吃起来会更香。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 想要香菜味道更好,一定要搭配上一些大蒜,准备多一点大蒜,切成薄薄的厚片,装入盘中备用。 想要做出来的腌香菜不容易变质,香菜一定要晾干水分,这样我们放上一个星期都不会坏。 先把香菜根部切一下,这样更容易入味,再把香菜切成大大的小段就可以,因为香菜在腌制的时候容易变软, 切成这样更方便我们食用。 加上辣椒,蒜片,用我发财的小碰手轻轻地抓拌均匀,这样香菜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入味。 大约抓了60秒左右,香菜已经变软了很多。 倒入放凉的酱油料汁,用筷子把它拌一会,让盆中的香菜都泡在酱油料汁里。 盖上盖子,放一旁腌制一个小时,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蜜汁腌香菜就做好了。 大家看一下腌好的香菜,颜色翠绿翠绿的,闻着就特别的香。 加入了辣椒和蒜片,令香菜的口感更丰富。 腌好的香菜可以直接吃,特别的开胃。 酸辣开胃,越吃越香。 喜欢吃香菜的朋友,一定要试试哦。 大家动动你发财的小手,给我点个赞吧,谢谢你的观看。